中文字幕——YK 由四間的廚房裡兼廠 为了圆梦 年轻创意家 曾大卫 几乎没有一颗底线 我觉得餐厅最容易分享 分享你的梦想 当我可以看到一个客人 吃到非常好吃的食物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我们有客人讲说 这家店的圆梦好亲切 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好 欢迎光临 请大卫 这边请 七岁到美国求学的他 发现对音乐的兴趣 也曾获得比赛名词的肯定 好家事 好学力 加上多才多艺 三大卫是大家眼中的天之骄子 但一场病 让他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悟 我那时候是一个 非常骄傲的一个人 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 可是当我生病的时候 这东西已经不是在 我的控制之下 不是在我控制之下 我觉得自信是一件事情 做生意要有自信 可是我觉得谦虚这件事情 是你必要有的 但他对待事情的认真 从没改变 决定开店之后 店里菜色都是亲自监督研发 他坚持 宁可没有东西卖 都不可以卖不好吃的食物 给客人 这是我们的骑士贴板牛排煲 那这种肉片 其实都是牛排肉 把它切成成碎片 所以其实很多人觉得说 这是普通的牛肉而已 可是这其实热眼牛排 曾创下网路团购 四分钟热销一千分的招牌 铁板牛肉起司包 就是增大胃从费城 带回来的好滋味 牛排肉 独特调味蜜蜂 和一层厚实的浓郁切打起司 以及将这一切 美味完美融合的意大利面包 可是他尝试过上百种面包 才找到的秘密武器 那这意大利面包 它跟其他面包不一样的在哪里 其实它很像法国面包 只是它外皮不是那么厚 也不是那么硬 可是它还是有它的脆度在 它是薄薄的皮 有它的脆度在 然后里面吃起来非常可以 然后非常顺厚 重点是这意大利卷的 这面包主要的味道 有办法抵腻 不错 因为通常起司的味道 在其他地方吃是没有这么浓的 可是在这地方 因为是标榜起司嘛 所以它是非常浓郁的 而吃下去你不会觉得腻 就觉得它没有特别处理过 近年来台湾食安问题很出不穷 早在更早之前 曾大卫就清楚定下食品卫生安全 为重要目标 一有食材安全疑虑 就会马上确认 要求厂商提出安全检验报告 而必须以高标准维持清洁的开放式厨房 也不仅仅是餐厅特色而已 主要的用意是在说 让客人吃得安心 就是他可以看进来 然后他可以了解说 我们的制作过程 其实是非常有卫生的 从范城带回来的道地美食 如同赞到位的预期 受到台湾人的喜爱 但他知道餐厅要长久经营 历史要有所改变 今年度餐厅更新装潢 环境更为舒适 菜色选择也更丰富了 我的招牌还是一样的 但我加了一些其他的菜 所以可以让台湾可以尝尝来 这家餐厅吃 我觉得我 我provide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那我希望客人可以每天来 那这也是每一个老板 开店的目的 三大卫的创意与活力 似乎源源不绝 随着成长后再出发的餐厅 举办热闹的起司女孩选拔 将成为店里的logo 活泼了餐厅的气氛 也吸引了更多人的光 也让这些起司女孩 有一个伸展的舞台 我们刚刚走到桌上 然后我们突然来到这边 突然来到这边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边 所以我们来到这边 就是朋友来聚餐 然后刚好在这边看到有活动 所以就来这边 想说还不错这样来吃吃看 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给台湾一个 新的美式餐饮的新风潮 没有错 所以我们的招牌也有挂 新美式创意料理 从创业走向今日的成功 三大卫没有一步是奖性或偶然 他想与大家分享快乐的初衷 没有改变 世界梦想的下一步 他期许自己能拓展版图 让更多人也分享这份喜乐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